譬如凭空写一个语字 点点滴滴 胖胖妥妥 稀稀利益 一切云情语意 就宛然其中 正是汉字这种 独一无二的表意特征 促使书写者 在熟练掌握技巧的同时 努力追求情景交融的 意境之美 写个虎字 便虎虎声微 写个龙字 就风云变色 书者如影 书写的终极目的 就是要体现我们心中 对于事物万象的把握和理解 用抽象的点画 表现出物象之本 这才是中国书法所谓的道 因为有意境的存在 所以中国书法 在创造衣食就在实用之外 同时走上了艺术美的方向 从而使中国书法 不像其他民族的文字 停留在作为符号的阶段 而成为了表达民族美感的工具 毛笔是在文字以前就可能已经创造出来了 这个我们亲眼可以看到 所以用毛笔 把毛笔移用于文字的书写之上 因为毛笔本身的特点 它有运笔可以轻重积蓄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一定的艺术特点 而由于它正是有彩陶的艺术方面 产生一种工具 所以它就带来了 这个艺术方面的一些特色 我的教授在中国的艺术 告诉我 只有一个艺术 所谓的艺术 因为如果你有艺术 当你放在第一艺术 你分开白的艺术 成为白色 成为白色 成为一些东西 你已经有 而是一种空的 像一种营严养 许诗上下 子在川上约 逝者如斯福 生命的特质正是生生不虚 在这稍纵极适的过程中 每时每刻 人人都在塑造着自己 中国书法独特的魅力 是不是也在于此 在没有下笔之前 眼前只是一张白纸 世界还是虚 在落笔的一刹那 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 便跃然直上 尽管只是单纯的线条 尽管只有白与黑 两种色彩 但生命的痕迹 时间与空间 就在这一刹那 化作了一行 这一刻 究竟该怎样落笔呢 公元六四九年六月 长安城花红柳绿 但皇宫里却静忌的令人窒息 并踏上的唐太宗李世民 已经奄奄一息 他用最后的力气 恳求自己的儿子 无欲从辱求一物 如成孝也 其能唯无心意 我想向你求一件东西 如果你真的孝顺的话 怎么能够违背父亲 这最后的心愿 皇帝 以中国人最珍视的情操 孝道 来考验他的继承人 这无疑是件 非常严肃的事情 那么 究竟是什么宝物 让一代帝王李世民 无法割手呢 这件作品就是赫赫有名的 《蓝亭集序》 可是如果我们去还原一下 当时这件作品产生的情景 就知道 对于书写者 对于当时参与这件事情的人来说 这件作品其实是很普通的 为什么 因为它是王羲之和一些好朋友 在休息日 饮酒畅鹤 写下了一些诗文之后 由王羲之做的一个序 在唐朝编修的正史《晋书》中 唐太宗亲自为王羲之作传 并高度评价王羲之的书法艺术 所以详查古今 经言转速 尽善尽美 其为王羲少虎 用尽善尽美来形容书法作品 从中也不能看出 李世民对王羲之的景仰之情 这块属于王羲之作品 这块属立了一千三百多年的行书碑 是李世民玉碧新书 碑上镌刻着姿态各异的九十多个只字 无不脱胎于蓝亭序 李世民是个精益求精的书法家 但他更是一个胸怀大略的政治家 他对王羲之的书法如此推崇 难道仅仅是出于性之所致吗 西晋以来 古代中国经历了三百年的乱世 冰火香间生灵涂炭 在痛苦的深渊里民心思安 公元581年 隋文帝阳间顺应历史潮流 一统天下建立了随城 但百姓安居乐业的局面 并没有持续多久 仅仅三十年后 隋阳帝的奢侈和暴虐 又点燃了农民起义的雄雄大功 在动荡中 李唐王朝应运而生 当时这个唐王朝的全部官吏 只有七百三十个人 那就是说政府很高效 行政成本也低 李世民也能够从建如流 这在历史上是很有一些美名的 那么这些因素促进了文化的发展 他为了网络人才 完善了科举制度 把这个 以这个不分出身 不分等级 改变了这个魏晋南北朝时候 那种家庭门第那种观念 据新唐书记载 唐代科举实行以书取士的制度 凡责任之法有四 三约书 取其楷法求美 这种具体的要求 便吸引几乎所有的文人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以书法选拔人才的同时 唐太宗还专门设立书学 致书博士教授书法 并严格规定学生们 学书日指一符 是以书为教育 书或者说书写 在中国古代文化当中 占据很重要的地位 那么早在西州的时候 人们就把书列为六亿之一 但是真正由国家行政机关 把书列入到国民教育系列 和考试系列的是在唐朝 始作俑者就是唐太宗 那么唐太宗定律的这个 以书其实是什么规范呢 就是凯法求美 要求写凯书 以凯书作为人文学子的一种基本技能 这种基本技能是什么呢 就写的要规范 要传统 要方正 唐朝在中国书法史上 被称作法的时代 正是大势所趋的结果 而唐太宗的身体力行 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